第八百三十六章 仙斧师 林栋的身影穿梭在浑暗的森林当中 微秘的双目不断地扫过四周 他能够感觉到在这密林当中隐藏着不少气息 看来那幕后之人倒是有些能耐 竟然是能搞出这些手笔 林栋略出的身影猛然停顿 树道人影自黑眼中暴流而出 灵力攻势瞬间笼罩了其周身要害 面对着这般围杀 林栋的面色却依旧是颇为平静 掌心一旋 龙元轮便是划为一道金光暴略而出 金光略出 低沉的肉体撕裂声也是紧随响起 这龙元轮乃是林栋凝聚了诸多元神之力所化 锋利程度足以达到一种害人的地步 金光略过 十数道黑影便是轰然倒塌 连惨叫声都是未曾能过发出来 林栋的身形落下 袖炮一挥 便是将这些黑影身体之上的乾坤带尽数地收集而来 然后他方才蹲下身子 手掌按在一具尸体的眉心处 如此片刻后 他方才收回手指 眼中有着一丝惊讶之色浮现 似乎是精神力 好厉害的家伙 竟然是能够动用精神力操控这么多的人 真不愧是乱魔海 林栋抬头 手掌的面前虚空抓了一把 宣记轻笑道 我倒是想要看看 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声音落下 他的身影也是突然的暴视而出 对着密林更深处迅速略去 沿途之中 林栋再度遇见了不少被操控的阵影 不过 这些家伙的实力大多都并非是太强 都是处于五元六元涅槃境左右 这对于林栋而言 自然是造不成丝毫的威胁 再加上 这些人的神智已是被抹除 相当于半死的人 所以 林栋倒也并没有心思手软 所见者 龙元伦列过 几乎是尽数地被他所斩杀 然后把玄元丹尽数地收入囊中 而伴随着林栋的越发深入密林 他的踪迹似乎也是被那暗中的人所觉察 当即 他便是感觉到 有着越来越多的被操控的妖兽以及人影 对着他围剿而来 哼 被发现了 林栋自然也是觉察到了四周土长的压力 一声轻笑 屈指一弹 龙元轮之上顿时金光暴涌 旋即轮身之上 八道锋利的轮刃竟是自动的脱离而去 八道轮刃暴流而出 几乎是形成了密集的金色光芒 以一种切割般的声势横扫而过 光芒过处 血肉横飞 甚是血腥 林栋身形暴流而出 八道金光的轮刃倒射而回 在其脚下再度凝聚成圆轮之形 而其脚尖一点 身体便是如同大鹏般略出 最后闯出了这重重密林 而在即将闯出密林之时 林栋身体之上猛然有着轻光涌动 将其容貌身形尽失的遮掩 林栋的身形闯出密林 然后落到了一块岩石上 抬起头来 望着闲方的一座小山 此时在那山顶处 一道黑衣人静静盘坐 一对极端深邃的眼瞳 正犯着些许阴冷的 将出现的林栋给盯着 林栋望着那黑衣人 眉头微挑了一下 因为此人正是白天 他所见到的那卫松身后的人 多管闲事的家伙 找死 黑衣人阴冷地盯着林栋 眼中掠过一抹杀意 旋即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天空破风声突然刺耳响起 一股磅礴之力 瞬间对着林栋席卷而去 果然是精神力 感受着那席卷而来的熟悉力量 林栋也是一笑 身体之上清光暴涌 而后一拳轰出 龙言声响彻而起 丘龙宫全呼啸而出 将那道功来的精神力 一拳轰暴 周遭大地剧烈地抖动 一座座百丈庞大的小山 竟是尽数地悬浮起来 然后铺天盖地地 对着林栋狠狠地砸下去 这黑衣人的精神力 强悍的程度 显然是达到了一种 相当惊人的地步 林栋深悬天际 浑厚清光自其身体内爆发而出 双臂瞬间化为龙臂 然后一拳拳轰出 直接是生生地 将那一座座山峰 尽数地轰暴而去 蛮力倒是不小 黑衣人望着这一幕 眼中显然也是 略过一抹惊讶之色 拳击双手 猛地截出一道印法 顿时 一股澎湃精神力席卷出来 竟是在其面前虚空 化为了一只 白杖大小的 诡异眼球 舍魂眼 夺魂 眼球闸动 一道诡异的光滑 顿时爆射出来 直接是将林栋笼罩而进 而在那种光滑的笼罩下 林栋顿时感觉到 自身的神智 竟然都是开始的 出现了模糊 好邪门的家伙 神智的模糊 仅仅持续了一瞬 林栋便是突然灰神 当即眼神一凝 趋着灵魂点出 龙元轮直接撕裂空气 闪电般的 对着那黑衣人 暴射而去 原神之气 黑衣人望着 那暴流而来的龙元轮 眼神也是微变了一下 显然也是知道 这东西的厉害 当即 手掌一握 磅礴的精神力 直接是在面前 化为一道 巨大的精神巨毛 然后袖袍一挥 巨毛暴射而出 与那金光撞击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 低沉之声响起 龙元轮所化的金光 竟是倒射而回 最后悬浮在了 林栋的面前 那黑衣人 眼神阴寒 突然站起身来 当即 有着异常磅礴的精神力 席卷而开 甚至眼影间 仿佛是在其身后 形成了一道 巨大的龙卷风暴 在那种精神力风暴下 就连空间 都是微微的 有些扭曲 好强大的精神力 林栋的面色 也是在此刻 略微的有些凝重起来 这黑衣人的精神力 极为的强大 至少 若是要光比精神力的话 就算是他 都自认不及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是能够遇见 一名仙浮师 林栋盯着那黑衣人 缓缓地道 他能够觉察到 自然的厉害 那种若有若无的压力 阴影间 甚至有种达到了 当初原仓所给予他的程度 显然这黑衣人的精神力 应该是修炼到了 心浮师的地步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 把你炼成人鬼吧 黑衣人微微抬起头 在月光的照耀下 露出半张 格外苍白的脸庞 他冲着林栋 猙獰笑道 林栋眉头微皱 体内原力 也是迅速运转起来 眼下的他 体内毕竟是有伤势 若是和这家伙 死拼起来的话 倒也是有些麻烦 然而 就在林栋心中 想着应对之法时 那远处 突然有着细微 而低沉的呜呜之声响起 那黑衣人听得这声音 周身磅礴的精神力 顿时逐渐的减弱下来 目光阴森的 看了林栋一眼 身形迅速的 飘飞而退 小子 这次算你好运 下次再见的话 必将你 炼成人鬼 黑衣人迅速远去 但那阴冷的声音 却是远远的传开 犹如鬼嚎 令人毛骨悚然 林栋望着黑衣人 远去的身影 却并秒追上去 浑身弥漫的清光 迅速的收敛起来 眉头照了照 心道 这真不愧是乱魔海 这才一来 竟然便是遇见了 这么棘手的人物 按照他的猜测 这黑衣人 应该是处于 先浮尸小城的境界 实力倒是 丝毫不会弱于 一些生玄境 小城的强者 若是此次交手 林栋倒也不惧 他若是要走的话 那人也拦不住 但若是想要 将其击败的话 却必须得 将伤势恢复 那家伙 似乎是 魏家那边的人 他们的目标 都是生生玄灵果 恐怕迟早 都得交手的 林栋目光闪了一下 然后 这才转身走进密林 看来 恢复伤势的事 迫在眉睫呀 营地当中 血腥弥漫着 原本的混乱 已是逐渐的被平息 一到到人 或者兽的尸体 堆积在其中 兴起难闻 此时的 古家人马 显然阻拦下来了 那兽袭 虽然有所伤亡 但也是 并不算太过的严重 如今混乱一过 便是开始整理营地 而在营地的一角 一些古家子弟 却是簇拥在这里 他们的目光 都是望着前方地面上的一些磨炎角兽 而在这些磨炎角兽的脑门处 都是有着一道刺眼的血痕 一击毙命 好绿罗的手段 古炎迁徙的玉指 翻了翻这些妖兽的伤势 眼神凝重 轻声道 周围的那些古家子弟文言 脸庞上 也是闪过金色 他们很清楚 这磨炎角兽的防御力 即便是他们全力的攻击 都只能在他们身上 留下一些不算太重的伤痕 想要一击毙命 恐怕这里 也就只有半只脚 踏入升旋径的古炎 能够办得到 但显然 这些又不是古炎做的 古雅 这是谁做的 古炎看向一旁的少女 突然问道 我不知道啊 刚才灵动大哥 让我闭上眼睛 古雅同样是有些茫然 老实地说道 但单纯的他 一时间倒是没有把这种 连古炎都惊叹的利落手段 想到灵动身上去 毕竟现在的灵动 应该是无法修炼才对 古炎的神情 显然是恶然了一下 一旁的古英 更是面子有些变化 宣记道 古雅 你少胡说 那家伙可是一个废 他的声音并没有说完 因为他们都见到 前方的黑暗密林中 一道人影慢慢地走了出来 然后视线平淡地 瞥了他们一眼 灵动的神情 依然是那般古景乌波 然而 在他走过来的时候 就连古炎的呼吸 仿佛都是滞了一瞬 那古英更是生生地 将嘴巴里的画 给咽了下去 他看着灵动 那淡漠的面色 不知为何 心中隐隐地 有些寒气涌起来 就是这样做梦的 中国隐応唱